那你嘉宾虽然错过了跟你同一个系统的职业 我也是法官或者是官干净 对不对 那是警官 警官 虽然错过了 但多年之后又碰上了 这也是缘分 是缘 咱也展示一下咱自己的才艺 他是唱我能赔的这样 你会唱歌吗 我要唱一首好像也行 太好了 太好了 杨美华的白头到老不分离 好像挺合着的 茫茫人海我遇见了你 怦然心动感觉太美丽 他这个唱那种还行是吧 你的笑容是如此的甜蜜 让我深深为你找了谜 滚滚红尘我邂逅了你 从此以后你就是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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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但不好地儿还有味呢唱的 那个小转音呢 没想到一个喜欢朗诵诗歌 看历史的人 还有这么柔情的一面 唱了首琴歌 就是不管牵不牵手打动你们 这小歌悠悠扬扬的 唱得非常好 是不是啊 来一个 他唱得好我听就觉得我不乱 我怕给你灭了我 我别说我不会 来 女嘉宾就是这么直爽 能接受不 挺好 挺有优势 来 打个分 100分 你妈呀 他舔了这一点 哎呀 男嘉宾打个分 那我就给打个100加吧 100加 真有吗 有这么厉害 上不封顶 是不是 对 100加 来 接着留情二位 咱坐着慢慢聊 来 邀请 我这性格你好像接受不了吧 我觉得这个性格背后吧 它是一种强势也不是 就是一种优势 但是我很想 有了优势 有了优势 对 你不想找公务员吗 因为我是企业退休的 现在我就是说 我想找个公务员和教师啊 实际上我这个想法是从哪来的呢 我曾经接触一位同志 他吧有的时候 就是好打点什么小麻将什么 完了我有时候没事 好像有时候看看书 完了就他就说 他说那你这个 实际这书现在看的也没啥用 也确实没啥用 现在你看书 就是说像刘雨昕说那说是 废书原戏眼多久为随年 这个书看多了也没啥用了 其实这句话哈我不知道你是凡尔赛还是什么 看书看得太多了太有用了 因为你往那一坐你从那一走出来的时候你的气场和感觉就不一样 因为那句话说的好吗富有诗书气自华 因为你心中有那些东西 所以你表现出来的感觉会不同 我们这个吧有的时候好像是一种爱好式 所以是二号你家你喜欢看书吗 有时候也看不出不能说喜欢不喜欢 啥书看什么书法治书 法治书哎呀 你是不是对面做的是法律方面的 然后你就看法治上的书 我说他人吗你看 不是 哈哈哈哈